做這些小船都有什麼意思 因為澳門曾經有一個漁港 我小時候也是在船廠區長大的 因為我住在那裡一年都有四十多間船廠 我是19歲去船廠做學徒 我做過的漁船大概有300手以上 所以澳門現在的造船業 基本上生產不存在 也能感受到造船文化的延續是有需要的 我的名字叫溫泉 我在澳門長大,今年七十歲了 我大概是兩年多前 製作漁船模型 我從第一艘模型船到現在 大概已經做了將近四十隻 三十多隻 通常需要150個小時 根據船的大小不同形狀 造模型船其實跟造大船的原理一樣 所以要像學造大船的方法去入手 其實只要怕辛苦,肯學,有耐性 就可以造船出來 因為當時我想製作模型 送給我一些有因於我的朋友和親戚 所以現在透過我們開班 招收學生來進行造船 將造船的過程和文化 透過年輕人傳承下去 我相信這是有需要和意義的 我做起每一條船的過程 我都能夠有自己的滿足感 都可以在吃 找旋船 感谢观看